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它的经济实力雄厚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无不靠拢中国加强对接贸易 首相敦马阿迪医生今天就名言 我国虽然和中国是好朋友 并在一带一路政策中破译 但我国立场坚定 拒绝中国意识形态 渗透大马校园 槟城亚洲漫画文化馆出版的 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 引发诸多争议 首相两天前与这本漫画割洗之后 今天再度发言评论此事 他表明 国国视中国为贸易好伙伴 尽管中国对全球都有巨大影响 但是马来西亚并不会照单全收 首相今早出席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院实践会议时说到 年轻人应该先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战略和政策 在面对外地时才能清楚知道自己的立场和位置在哪里 马哈迪强调 我国不愿见到西方国家影响我国的策略和教育 同时也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年轻人有过度影响 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漫画 作者是槟城亚洲漫画文化馆馆长 兼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长邱光耀 这本漫画今年6月面世 不过近来内容被指含有政治议程 成为舆论焦点 警方已经传召邱光耀入口供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以党指南 izz nets 日兆 吉倫ührt文化馆里